这一个路电保护器一盒就跳 您说是电闸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 卫生间 卫生间的插座都没插电器 那这个不是电器的原因 造成了跳闸 打开配电箱盖 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一合闸就跳 拆一下灵火线 然后再给漏保复位合闸 没问题电闸是好的 那就看一下线路 像这种用眼看不出来 得用指针万语表来测 测路电 测零线与地线 表针摆动不多 火线与地线摆动挺多的 应该说是漏电挺严重的 灵线很轻 火线严重 用表测出来漏电是真漏电吗 这个还要确定一下 找到这一路线的地线 灵火线和地线这是三根线 我为啥要找这个地线呢 我要拆掉这路线的地线 都测出漏电了 你为什么要拆这个地线呢 接着看 我要测这个地线与地线之间 摆动不多 测零线与大地地线 火线与大地地线 然后我再这样测 摆动挺厉害的 看懂了吗 这一块 我现在测的是管理的这三根线之间 火线与地线摆动很严重 但是火线与主地排之间 也是漏电的 但是比刚才轻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都是地线 为什么测的都不一样呢 线管理那个地线和这个地 是不一样的 管理的这三根线 对地线都有漏电 但是不严重 我在测管理的三根线 火线与地线 正常情况表征是不动的 它这个摆动很严重 有问题 这样问题就确定了 去卫生间 卫生间有四个插座 从沛田箱过来的线 这个应该是第一个插座 打开这个插座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接线头 有 我就喜欢这样的原装线头 线路没改过 用电笔测量 都没有电 在这里用弯表测一下火线与地线 漏电很严重 把插座拆下来 它的火线有个接头 把这个接头打开 焊锡焊的直接掐断 把接头掐断 测量一下这两根线哪一根线对地线漏电 这一路表征没摆 断开的另外一路对地线看一下 表征 这一路漏电严重 就是这一路线的问题 好了 确定了这根线漏电 那就看一下这一根红线是从配电箱过来的还是往下个插座走的 怎么来确定呢 那就去配电箱测量一下 直接测量管理这三个线火线与地线 诶 表征没动 这个红线和这个地线呢 表征还是没动 这样这个电路就确定了 从配电箱到那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没问题 这块主线没问题 这我就放心了 那接下来就顺着这个红线往下走 那下一个插座 接的下一个插座是上面这个插座呢 还是在它旁边有一个插座 是这个呢 这个插座下面还有一个插座是这个 这一共四个插座 那就先打开这个插座吧 那就打开这个插座 一看原装的线头我心里就有数了 与检修上一个插座同样的方法 先把线头拆掉 拆掉插座以后还是先测量火线与这个地线之间 确定一下是不是漏垫的 是漏垫的 同样是剪断红线的接线线头 把它前后两路分开 分别测量剪断的这两根线与地线 看表针摆动 这个没摆 看这个红线与地线 这个是漏垫的 那这个线是上一路过来的线 还是往下个插座走的线呢 那就往上一个插座测量一下 刚才测的这一个插座 漏垫的这路线与地线 看看还漏不漏垫 哎呀好了 也就是说这两个插座之间的线路是没问题的 都是好的 这根线 现在是漏垫的 它有可能是到这个插座的 测一下这个插座的火线与地线 就是红线与地线之间 这个表针是摆动的 嗯 从这个插座这测量是漏垫的 打开 插座很多年了 房主也准备这两天重新换插座 也早该换了都不行了 看一下里边三根线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插座 这个火线 嗯 自己掉出来了 正好 那就测量一下 这个火线与地线 看一下火线与地线之间 看表针 摆动一点 怎么可能呢 刚才在插座上测的是摆动很严重 现在这摆动一点 为什么拆下插座以后 它摆动就小了呢 是插座里面的问题吗 测一下插座 火插与地插 表针没摆 很奇怪啊 拆下插座它就不摆了 看里边 能不能发现问题 我试试发现了问题 这个线不行了 你看这线不行了 很明显 这个位置 你看火线都成什么样了 电线的绝缘皮已经不行了 就是已经不绝缘了 你看这个红线 这个样 还有这一块这个地线 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 虽然同时没碰在一起 但是已经不绝缘了 我在想 这一块有问题 管理的线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再测 火线与地线 还是有问题 要么这个插座不用了 也就是说从这 到这 这一段线不接了 防主说也可以 要么就把这条线给换掉 那就先换一下线试试 把这一段线换掉 这头用了个护头线和地线 绑在这个线头上 然后 在这头往外拉 嗯 还行 能拉出来 这段线不长 比较幸运 能拉过来 我给它穿了一个护套线 看一下老线有没有问题 在中间的位置 线有不绝缘的地方 就像水泡了一样 你看我把这个线皮拔开 看里边什么样 同时氧化很严重 而且还不止一个地方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它这一块线如果不换的话 迟早还会出问题 这样把所有的插座线恢复 它要换好插座 这个粘数太长了 所有电路恢复以后 再来配电箱的测量 测量地线与地线 测量零线与地线 测量火线与地线 都非常好 管里这三根线 红线与地线 好 零线与地线 好 你好我好 他也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接上电线 核杂送电 一切都没问题 好了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字典